来看社会消息 新竹县一名29岁的印尼籍女看护 瞒着雇主怀有身孕 去年12月底的时候 与雇主到餐厅用餐 突然觉得肚子痛 冲到厕所里面生下了一名男婴 因为担心被发现 所以把孩子掐死 扔进了垃圾桶里面 餐厅的员工打扫发现之后赶快报警 而警方巡献也找到了雇主 以及这一名女看护 新竹地院决定要给这名看护自信的机会 因此今天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换行三年 新竹县29岁的印尼籍女看护 去年12月底和雇主到餐厅用餐的时候 突然感觉腹痛 冲进厕所产下一名男婴 担心东窗事发将孩子掐死 扔进垃圾桶里 餐厅的员工打扫发现 报警后巡献找到雇主 及涉嫌杀婴的这名女看护 遗体解剖的鉴定报告指出 男婴发育正常是活产的婴儿 男婴的颈部有压掐的痕迹 疑似是因为窒息死亡 女看护表示孩子出生的时候没有哭 她以为孩子已经死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才会将孩子丢进垃圾桶 她说自己很爱孩子 但是当下真的慌了 检察官根据鉴定报告等证据认定 印尼籍的女看护涉嫌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 这名印尼籍女子被依杀人罪起诉 新竹地院法官同意给这名印尼籍女子自信的机会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女看护目前交由新竹县专情队做收容处分 等待检察官的指挥执行 联合报王慧英新竹报导